我 这下来我的梦就切换到地府了 这样的梦就切换到地府了 又切换到地府了 地府是应该按的 这是个水泥房子 很生气的水泥房子 没有人家做个时辰的那种 花花绿的那种 花绿的那种 对 就是没有生气的 没有生气的房子 对 但是里面有灵性在看电视 有灵性在伏墙子 这边他们的地府有工厂 到地府去伏墙子 伏墙子 伏墙子就是把房间里那个墙壁啊 伏这个墙子 伏墙子 我在公交车站跟车子 那回的公交车里都是明色的和白色的 没有上的广告 中原宿厂里的车子也很轻 全市都坐着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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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穿着衣服 喜欢穿着 热裤的白色的材料 就是在我们人间 昏山 昏山的热裤的 对对对 银色的口子 那么大的银色 他们主要在下面就是白色和银色的 这些也就是脖子 他们的脸跟正常人一样的 一样的 但是如果他不增进的话呢 他脸稍微变得 他会变脸的 会变脸的 对 脸色麻痹 皱得很深很深 而且你是特化麻痹屁下来 指甲要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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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梦要对他们增进 所以我跟我打 你一不增进的话 他马上变脸了 变脸 会变脸 他会变脸 然后呢 司机也问我 你到哪里去 我到我到 银花老爷那里去做办公司 他说说到底 有娃娃就找 好然 梦姐就去我到银花老爷那里 银花老爷 那办公主 都是办公主那里 他想说过失不高 黑黑的胖胖的 都在办公主那里面 我说 他说他 你来了 我说我来了 又要把你公公了 他说不 他说 他也有事找我 我说 我有事要请教你 他说你先讲 那么我先讲 我说第一个问题 有人跟二十一张小王子 这点我看算太好 还是可以的 但是毛病 毛病没有发生 但是好像还有一点不舒服 那道理 他就说了 好你等等啊 因为你在讲话 很多听众听不清楚 所以我要稍微 把你翻译一下 好 就是说 你见到阎王老爷 你就问他问题了 阎王老爷 你问他你说 有的人念了二十一张小王子 为什么身体还不好 是不是 对对 然后呢 阎王老爷怎么想讲的呢 他也从抽屉里拿了一个公门夹 他从抽屉里拿了一个公门夹 他从抽屉里拿了一个公门夹 公门夹里面 加了空白的小房子 加了很多空白的小房子 还有 还有 报告 五法省写的报告 还有 还有就是 护法省写的报告 对 就是那个 病人在头上的三位五法省写的报告 正面 他失念二十一张小王子 但是有三张小王子 给孤魂野鬼抢掉了 哦 就是说 他本来失念了二十一张小王子 但是这个中卷里面呢 为什么不灵呢 因为有三张被孤魂野鬼抢掉了 对对 我们中卷里面看起来还是红点小房子 但是烧下去就是空白的 哦 就是说 我们烧下去 虽然才是红点 实际上已经被孤魂野鬼拿掉了 嗯 对对对 那么 那么 我说说为什么不抓住他们 他说不行 不好抓 因为 因为就是他们有有有规定的 三位五法省 他的岗位在 这个年金的人手抽刷 不能 每一个人抽到所有三位五法省 他不能不离 五天桑位 他要记录你那分钟 就是好事还是坏事 他要记录他 哦 那么我说什么办法 啊 宇方的 呃那个 公公野鬼抢房 抢房子呢 他说有办法 他们有 他们有 规定 就是 不能进京区 进京区的话呢 就会 呃 他说想 把他来 不离送房把它定住 他说想把它扑下来 那么我说什么 叫进京区呢 他们说 他说很简单 用红布 红的布 放在孩子上面 把小房子 放在红布上 减重 红叠 红布就是 禁区 啊 你刚跟台长讲嘛 台长经常跟你们说 叫你们红布要包起来 红的小房子啊 他就 他就等于禁区 就是 孤魂野鬼就拿不掉了嘛 对不对 对对 但是他现在 下面的阎王老爷 教你一个更好的方法 就是说 把红布摊在下面 上面点红字 那个鬼就拿不掉了 对对对 啊 你看 鬼要拿呢 他不敢 不敢拿 他不敢拿 鬼不会拿 为什么拿到小房子呢 小鬼就找小房子好东西 难道你说你以后 到 到 到那个 杨树到的时候 他回到地府去的时候 他就是大富翁了 哦 你看了吧 就是说 玲王老爷告诉你说 如果这个小房子 他们拿去之后 以后他们要投胎之前 他们拿到地府去 他们就 到人间就做大富翁了 对对 好啦 你看 所以他们就是 呃 如果到京市来 抢小房子的话 那么他们就 如果 呃 如果 呃 如果想把他落下来 对对对 他要闯祸了 他闯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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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这样子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如果 如果是 就是光明 白天 就是说光天化日之下 抢小房子的话 一定会弄到地府去的 铺